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,我是白鹿,今天是2020年9月8日,欢迎收看今天的白鹿矿业报告。 今天的文章内容基于2019年以太坊行情变化的历史经验,主要意图是为了跟大家说明白鹿的观点, 即当前的以太坊下跌虽然凶猛,但这并不是触底的现象。 与之相反,大家可能还会见到规模更大的第二轮下跌,以及漫长的底部平台期。 历史是有规律的,白鹿接下来先简要对比2019年以太坊牛市和2020年以太坊牛市。 2019年以太坊牛市从最低点开始,包括启动、主声浪、冲顶,总计28周,具体时间为启动浪17周,调整3周,之后上涨4周,再调整2周,最后2周冲顶。 2020年以太坊牛市从最低点开始,包括启动、主声浪、冲顶,总计26周,具体时间为启动浪13周,调整6周,之后上涨4周,再调整2周,最后1周冲顶。 接下来,首先我必须说明市面上有这样一种观点,即认为当前的下跌已经基本到位,比如说比特币会以1万美元为底部,未来会冲击更高的位置,这样的上涨方式在历史回溯中,只有2017年大牛市才会这样背离。 白鹿认为,当前的市场环境并没有这样的热度,当然如果真的是大牛市,大家再进去赚钱为言美滋滋,没必要现在下跌还不稳定就去接飞刀,险地莫停留,白鹿是不会做风险这么大的事情的。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,2019年以太坊熊市的早期下跌,以太坊在2019年最高点366美元触点后,短期迅速下跌到272美元,下跌幅度25%,但这并不是结束。 最后以太坊经历了几天的温和调整,最高上涨到318美元,上涨幅度17%,随后迎来的才是第二波真正规模剧烈的下跌,从318美元下跌到192美元,下跌幅度39%,请注意,此处下跌会下跌到白鹿认定的日线MA200及牛熊分界线附近。 这幅度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下跌过程,请大家思考一下,我们处于哪个阶段,你认为这样的下跌到现在会轻易结束吗? 白鹿的判断是,三周内可能会伴随着急促的反弹到370美元,随之迎来的是真正的大跌,会直接跌到240美元附近。 这样的砸盘是非常必要的,如此一来,这轮牛市上涨以来,绝大部分玩家收益会归零,他们在恐惧中会思考一个重要问题,到底要不要卖掉手里的以太法。 一旦跌破牛熊分界线,这样的恐惧也会伴随着熊市中漫长的阴跌和短促的反弹,给大家持续的想象,极大概率还会下跌40%到50%,这也是所谓的庄家洗盘过程。 由于这个洗盘过程的幅度很慢,时间长度会超过牛市长度,且会伴随一个市场低迷,交易量越来越小的现象,最终低价难以预计。 即使是最乐观的,认为接下来牛市还会继续的小伙伴,白鹿也希望大家关注240美元的以太法牛熊分界线,暴跌到这个位置对于主力资金来说,才能达到初步击溃市场信心,收集筹码的作用。 最后是风险警告,白鹿并不认为240美元是一个抄底的好位置,白鹿只是判断以太法下跌到240美元的可能性很大,仅仅做一个参考,请各位多看手动,管住手,不要接飞刀。 如果您觉得白鹿的视频拍得还不错的话,希望能给我一键三连,实在不行就点个赞吧,我们下次再见,梅花相自苦寒来。